逐步打算 熟悉的人物角色展开机轮的决斗 日本今年动漫七龙珠系列作品 致行人气力久不衰 没想到作者鸟山明 今天8号传出 她早在1号就已经过世 震惊粉丝 本来出版社的网页张天赋文 七龙珠的官方社区平台也宣布 鸟山明是因为 即兴硬脑膜下血综发病 不幸过世 葬礼仅有亲人参加出席 也谢绝媒体采访 目前也不确定是否会举行追悼会 1955年出生的鸟山明 1978年出道 1980年代 因为怪博士和继续华豪爆红 一举要身为人情漫画家 但他并会因此自满 更在接在地创作 四年后更孕育出 广为人知的超人气作品七龙珠 一举奠定他的大师地位 七龙珠更成为家喻户晓的 经典动漫作品 也提出他带来14.8亿日元 将近3.2亿台币的收入 我们对鸟山明先生事事 表示深切的哀悼 鸟山明国师 所以就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也罕见在记者会上表达遗憾 长期知识的粉丝也难过不舍 除了留言表达感谢 更有人表示 如果真的有七龙珠 应该会有很多人想搜集龙珠 让鸟山明复活 漫画家也感到不舍 包括航海王的作家 韦田荣一阳在内 都发表了500字的声明 追到这位挚友 也感谢他留下经典作品 感动无数人